哎呀 哥哥对不起了 哎呀 真的 去年啊 我最火的两个梗 一个是刘海 一个就是陆寒 今年刘海没了 陆寒来了 所以我今天我就想问问 吴语陆寒俗美 真的啊 就是春如寒 快乐不止五分钟啊 现在很多人都好奇 说至少你每天都这么开心 能搞好喜剧吗 不都说喜剧的那盒是悲剧吗 我说我也没搞过喜剧的那盒呀 我这天天就整喜剧的外壳了 无盒喜剧 真的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纯粹的快乐 这种就是小时候那种快乐 因为当时和一群小孩 天天就在那里想当盖世英雄 看完《射雕英传》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郭靖 都要打起来 最后我没办法 我说你们要都当郭靖 那我当黄荣 然后就没人想当郭靖了 都在那当黄老邪 我当时还想着练武功 我当时的理念很紧的 就是先练挨打 再练打人 练了三天金钟罩铁布山 感觉练成了 出门就找人打我 大家也很激动 都想来试一试 结果一巴掌打过来 我就发现我没练成 大家也发现我没练成 就虽然我一直没喊疼 但是大家都看出来 我都被打肿了 天天一群小孩 没人还在那里划三轮延 在那各种奇怪的组合 打架的时候 杨过非得牵着他家狗 说这是他的雕 但关键是他一手牵着狗 就没有手打架了呀 而且那个时候 武林好几个招式 虽然很多 但是最厉害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这个 真的就是这个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摆出来这个 你就感觉有一股真气 就出来了 它虽然很厉害 但是你只要这样 你把它挡住了 真的 为了体验那种硬性躯干 我前一段时间 还去射箭了 但我发现一个事 就是我没办法 单独闭上我的左眼 就直面同时都梦了 说至少你整天拍马屁 但人还挺正直 没办法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然后设计馆大哥 就给我弄了一个窗口贴 站在我的左眼上 就是不知道的 看我第一眼 说这个人刚刚是中箭了嘛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我怎么能受伤了 我连给我金钟罩铁不散呀 而且啊 这个大哥还在那教我说 射箭讲究的就是一个文尊狠 然后我一下子又直接射中了人家的监控 大哥不平你了 说你这个箭射的也不文也不准 但是真狠呀 第一次见人来店里 先干掉监控的 你这适合干劫匪呀 但是射箭馆的老板还是很贴心 第二次去 就直接给我整了个黑色的单个眼罩 真的 就我戴上那个眼罩 手里还拿着把弓箭 就你看见都害怕 说现在这个店里 可是连个监控都没有呀 真的 我小时候在武侠里 看见那些长得不好看的 话还特别多 还喜欢搞笑 射箭还得戴眼罩的 我都会感觉 这个人应该活不过下一集 但现在大家看到 这种长得不好看 话还特别多 还喜欢搞笑的 你也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这就是最后一集 真的 像我这种 画贼刀的角色 靠嘴来杀众的好处 就是每天只需要随身携带 云南白药 口腔修护寒素液 搭配活性态牙膏 帮助修护口腔粘膜损伤 虽然武功不是很高 但嘴皮是真丽细 就虽然我成为不了大鞋 但是我却成为了脱口路寒 所以你也说不上 哪一个更快乐 谢谢大家 我们先让几位预测预测 晋级的四名吧 吴玉老师 从刚才现场炸的程度来看 应该是鸟鸟 忽兰 毛豆 秋瑞 对 秋瑞 鸟鸟鸟 哎呦 鸟鸟 哎呦 鸟鸟 啊 残酷了 哎呦 黄老师 李大你呢 我就是这五个人吧 还没点磅礴 哎呀 这么伤感情的环节 咱们别聊了 咱们听听那个 哎 听听王敏怎么 这事你先过来坐会儿吧 来帮你 好难哪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这会儿 我们的公布将从第八名开始 本季脱口秀大会的第八名 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它的票数和名字 咱能看见吗 第八名有可能会是自己 我开完场 我觉得大家一个个都翻上去了 都讲得挺好的 手拿把钻 稳坐钓鱼台 第八名 我可有信心了 我这是我追自己的 一次最有信心的一次 我的妈呀 我跟智盛名字应该差不多 我跟彭博我杀去年的二三四名嘛 今年应该是名字差不多 我表演完之后 我预估其实我觉得五到八名 都是有可能的 智盛要大胆 恭喜徐志尚第154票 徐志尚今年剪掉刘海 打破了大家对自己的特点印象 没事 这个舞台 徐志尚成为2022年 风口秀大分 第八名 公主秀大分 比较好厉害了 对啊 很厉害了 不是 这个用什么加油 都第八了还加油呢 你们看我多好呀 没有没有 就到准决赛了就是开心嘛 嗯 今年真的特别想感谢一下 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真的 哦 感谢一下Kate和Kiko吧 这两个人一直在帮我写稿 真的 尤其是Kate 他都淘汰了 他经常还给我们线上帮我写啥的 很感谢大家 还有这群一直在帮我们的朋友 谢谢大家 下一季再见 加油 徐志尚加油 好的 谢谢徐志尚 明年再见 我记得 有点心 其实 热心 我记得 有点心 生怀做和表演 不像之前那么紧绷 结果发现就是说 人还是需要痛苦 人还是需要痛苦才能成长 但是很开心 已经很满意了 其实我觉得智盛的那种真诚 就他不藏着 脱口秀应该是这样的 我不用在舞台上塑造一个 特别高大权的一个形象 我就是我 也特别好 我跟智盛这一季的感受很像 我俩都遇到了一点创作瓶颈 而且我跟智盛 我俩有一个约定 我俩写一个专场 就线下巡演 这是我和 consec relief 我整个人都被分开 我继郎 跟那个专场 然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年的自己 我都不敢想 那得多好笑呀